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方晓 特约记者雄斌采访报道 一线采访知情人 单位95%的人查出肺结结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大陆持续三年多 加上中共强制民众注射国产新冠疫苗 很多大陆民众表示 体检时查出了肺结结等 吉林知情人士对大纪元透露 对比疫情前后的单位体检数据 发现疫情以来有95%的人出现肺结结 专家表示 一种肺结结的癌变率达63% 肺癌性的结结无药可治 单位体检数据对比 新冠疫情以来有肺结结的比例达95% 吉林省吉林市的孙成 日前告诉大纪元记者 他之前在单位做安全工作 孙成对记者透露 单位体检查出来有结结的特别多 什么淋巴结结 肺结结 甲状腺结结 单位每年都体检 原来没有那么多的结结的 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 查出肺结结的最起码占95%以上 这个数据是非常准确的 孙成解释说 三年疫情以来 人们都打了新冠疫苗 把2019年之前的体检数据 和打了疫苗之后的体检数据对比 就会发现 2019年之前 人们基本没有结结 现在有结结很普遍的 三年疫情之前 结结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 但是疫情之后 看体检报告 有很多人有结结了 这些数据是非常准确的 孙成提供了一个细节 他的一个同事 2016年退休了 去年发现有结结 因为听说有结结以后容易转为肺癌 他立即做了肺局部切除手术 孙成认为 他这个同事急于切除结结 挺贸然的 考虑不是特别周全 因为毕竟是个大手术 应该多走几家医院 到省会长春的医院去做 而他就在吉林本地的 一个医院做的手术 孙成说 他是尿毒症患者 提到疫情三年中 中共政府的极端风控 孙成表示不满 就因为我的核酸报告晚出了一个小时 就不允许我做透析 我就发现这个政府特别极端 孙成认为 中共政府强制民众 打新冠疫苗的做法也很极端 我就没有打 我不相信他们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共当局仓促推出国产疫苗 并强制民众注射 大陆社交媒体上 不断有打过疫苗的民众吐槽 说养了之后 以及打过疫苗之后 在体检中查出肺结结 被查出肺结结后 常常很紧张 这种结结会不会癌变 是否要手术切除 去年三月 大陆一位胸外科医生 在微博上总结 当时门诊印象 看了25个特诊 一大半是杨康之后去检查 发现了肺结结 福建卫生报报道 福建的胸外科专家 也有类似感受 福建卫生报健康大使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胸外二科主任 康明强表示 由于新冠病毒的特殊性 及公众 对健康的关注 约有四分之一的患者表示 在杨期间 或者杨康后检查胸部CT中 首次发现了肺结结 胸外科专家 肺结结病人已出现癌变 每年2月4日 是世界癌症日 肺癌已是中国第一大癌症 很多人一体检发现肺结结 就开始担心会不会癌变 人们都很恐惧 认证为新胸外科副主任医师的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胸外科医疗组组长 严小亮博士 2月6日发视频 讲解肺膜玻璃结结 和实性肺结结 哪种更危险 他说 很多人体检时发现肺部有结结 有的是纯膜玻璃肺结结 有的是混杂密度膜玻璃结结 有的是实性结结 相关的研究发现 混杂密度膜玻璃肺结结的 恶性概率 肺癌率约为63% 如果都是恶性结结 实性结结育育后最差 严小亮说 我曾经收治过一个 纯实性结结的病人 准备进行手术 结果数前一天进行股扫描 发现已经股转移了 一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 后来就进行化疗了 2月1日的视频中 严小亮说 今天做了两台肺结结手术 一台提示是一个减润性腺癌 另一个病人提示是一个微紧润癌 这两个病人 都是在体检过程中发现的肺结结 由于有肺结结的人众多 网络上出现不少所谓去除结结的偏方 对此 认证为上海三甲医院 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的胡扬 在1月8日的视频中说 查出肺结结 没有特效药可治 患者只有两条路 随访和手术 肺癌性的结结用什么药都没有用的 东北民众 感染病毒的人很多 上述吉林市的孙诚表示 他最近刚出院 他观察到 在医院的发热门诊看病的大人小孩都很多 给白费的人也不少 我发现有基础病的和老年人感染的特别多 现在咳嗽的人很多 孙诚认为快过年了 人员流动量比较大 是导致病毒传播的原因之一 他特别提到 三年疫情中 他认识的一些人突然死亡了 但是这些人都没到60岁 平常身体也挺好 我是单位里的老病号 他们的身体都比我好多了 可是他们去世了 我觉得很意外 黑龙江的马先生 今年50多岁 近日他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近期他本人和全家都感染了病毒 并且听说发烧感冒的人很多 马先生也提到 突然死亡的人很多 包括他的两个50多岁的邻居 都是突然去世的 他年老的母亲因肺病 脑萎缩等疾病 今年1月份也过世了 2022年底 中共无预警解除疫情封控 导致一波新冠疫情大爆发 马先生说 那个时期得新冠重症的人 基本都去世了 他本人在2023年3月 毫无征兆的脑中风 落下后遗症 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 花了三万多块钱 此后一直在恢复中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